先換一下畫面 3、2、1 好,那剛剛我們只有做一個類型 那假設我們現在要做其他的 那各位可以直接新增 比如說剛剛有老師做那個單選 單選就是這些選項裡面只能挑一個 只能挑一個 比如說年紀 年紀就是從0到10 好,他不會有重複嘛 不會有人又是10歲又是20歲的 所以就類似這樣子讓他就只能選一個 好,就是單選題 好,然後呢 他就會變成這樣子 到時候就只能勾一個 你勾第二個他第一個就會不見 好,那再來呢 有人做核取方塊 那核取方塊就都可以選 都可以選 好,都可以選 好,都可以選 我隨便打 好,那如果 如果你的像 你要幫人家考慮一下 如果說你的這些項目裡面 沒有他要的東西 你可以新增一個其他的 然後他勾這邊之後 他這裡可以自己寫 好,可以自己寫 好,那這種題目就是可以自己勾的 可以自己勾 勾幾個都沒關係 全勾也合一 然後再來 下拉式選單 就是你要先幫他做好選單在下面 比如說 好,你要做好選單讓他選就對了 好,這到時候就會點這裡他選單就會跑出來 好,那像這個數字表示程度 這個通常是類似滿意程度 好,然後你可以用 看是1到5 或者是1到10 然後1 1他會寫在最左邊 好,然後10他會在最右邊 好,那到時候完成之後他就變這個樣子 好,就是從最左邊到最右邊 好,那就可以讓他去勾選程度 然後這個格狀顯示他有點像那個雙向細目標 有點像雙向細目標 我先試一下,很久沒用了 好,我先測試一下 好,再看一下 這是剛剛九位是即時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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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還要平常 兩天很三天很動 其他人被雙向細目標 天啊,打亮在那裡 然後這次的分別 哪一次這次的分別 好 先測試一下 如果不知道你就先隨便跟它填一下 那送出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是就是這樣一個雙向性目標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項的話 很多項的話你就可以直接繼續增加 那這邊也是一樣 我隨便打 我亂打一通 就是會變成一個雙向性目標 讓它去點選 所以你就可以去做你的雙向性目標的表格 然後日期 比如說你希望這邊填它的生日 然後這邊就用日期 加時間的話就點進來 到時候這個都可以用選的 到時候出現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它就在這邊直接去選 這個選的部分 就是你做好的表格 你要查看即時表單 才會出現那個表單的樣子 那你就可以去試著做做看 這個是單選題 然後這個是那個多選題 可以勾很多個 然後這個就是那個選單 選單 然後滿意程度 這個可以自己勾 然後這個也是 這是雙向性目標 雙向性目標這樣 然後日期呢 就可以點 它是可以用上下選的 這樣子 然後最後就可以抵交 那如果覺得不合適 就再回來改 再回來改 好 各位再試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